最近二氧的患者明显增多 症状各不相同 有的说比出氧要轻 但是也有的较重 这几天有两位朋友二氧了 一个才50多岁 没有任何基础性疾病 检查发现肺部有毛玻璃药改变 还有极少数的人不发烧 刚开始就是一点流鼻涕 嗓子疼 咳嗽等症状 可是没过几天就变成大白肺了 中国疫情持续升温 5月31日 北京市卫健委发布 2023年第21周疫情周报 报告显示 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6种 30750例 死亡4例 由于中共隐瞒疫情 真实病亡情况不明 至此 北京市新冠病毒感染发病数 已连续5周列于首位 病毒肆虐之际 中南海当局被指毫无作为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生物化学系教授金东医院 对媒体透露 中国的情况现在就没有报告 中共疾控中心的数据 也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 政府当局完全是一个躺平状态 民众全靠自救 近日 专家称不排除二阳后 还会有三阳的话题 引起民众关注 同时后遗症 茶缺补漏 第二波疫情 多次感染对身体的危害 有多大等话题 引起民众热议 好多有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 我们也有好几个了 腰疼得非常厉害 疼得非常的距离 疼到有个小伙子 可以说是普天寒地里能疼 这个基礼不是非常清楚 好多人在首次感染新冠以后 出现了很多的一个常新冠症状 比如说老物啊 记忆力下降啊 乏力 失眠 心跳快 焦虑等等 早出患者的话 新冠以后 可能三个月以上 还有症状 有些人认为呢 症状很轻 就算以后三阳四阳 也没事的 阳过了几次后 免疫力会被血量更好 多次感染也没啥事 你要这么想 你可错了 2022年 自然医学杂志 发表了一项研究 结果呢 就发现 重复感染新冠 会对一些重要的器官系统 造成伤害 包括呢 全因死亡风险 住院风险增加 常新冠 和慢性疲劳的风险增加 心脏病和凝血障碍 风险增加 胃肠道 肾脏疾病 风险增加 肺部后遇症 风险增加 等等 虽然呢 有些人感染 没症状 但呢 化验白颜袍和中心的颗袍 都可能会下降 导致身体的免疫力 降低 这呢 你可能搞定不到 所以呢 要尽量避免 每次的心目感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王彦乔综合报道